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起来做Icebox Cookies 一个面团可以制作出四种不同的口味 很好吃 入口即化 有原味蔓越莓 抹茶巧克力 Rate Velvet Oreo 还有Chocolate Almond 都非常好吃 首先准备120克的无盐牛油 需要室温软化 不是融化 需要记得 用低速来把它们搅拌creamy 好了之后 拿一个塞纸 把糖粉过塞下去 记得糖粉要过塞 才能够免掉这些颗粒 好了之后呢 继续用搅拌器 来低速搅拌 直到它们混合就可以了 不需要打发过度 混合了之后提起有煎饺的 就代表你的牛油没有融化 就在一个小碗当中 销开鸡蛋 捞出蛋黄 这个食谱呢 只需要用到蛋黄 而且呢 需要用到40克的蛋黄 要称一下 我的呢 两克蛋黄就是40克了 GRAID A的鸡蛋 继续用低速混合 直到没有看到任何蛋液 就可以停迟了 好了之后加入一些香草精 继续把它们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现在拿筛纸 把低筋面粉加入 记得要用低筋面粉 杏仁粉 还有一些盐 就把全部一样的过筛下去 锅筛呢 可以帮助air rate我们的粉 这样子的话 口感更加的轻盈 现在转换成用刮刀 轻盈的翻拌手法来搅拌 不可以搅拌过度 不然会起面筋 饼干就会变成好像高 这样子硬硬了 不好吃 我们混合直到 没有看到很多的干粉就可以了 不需要完全成团 在这个阶段 把它们平分成四份 之后用秤重来秤一下 这样子比较平均一些 一份大概108克左右 之后呢 准备一些蔓液梅干 把它们切成小片 这样子等一下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切 然后再准备一些烤箱的杏仁片 把它们一样的切成小片 不需要太小 就切小一些些就可以了 还有准备oreal饼干 一样的把它们切成小片 好了之后我们来做第一个面团 加入低筋面粉 还有蔓越梅干 之后以轻盈的翻拌手法 来把它们混合均匀就可以了 记得记得不要翻拌过度 混合均匀了之后 它们会成团 而且你用手指这样子搓它 它是不会沾手指的 就可以了 第二个面团 加入低筋面粉 还有抹茶粉 之后把它们混合均匀 在这个阶段呢 不需要加入巧克力 因为冷冻之后会很难切 所以一样的 不沾手指 第三个饼干 加入甜菜跟粉 还有无糖可可粉 跟oreal cookies 之后把它们混合均匀 这个呢 就会形成我们的 red velvet的颜色 都是天然的颜色 漂亮 不沾手指的 之后最后一个 加入无糖可可粉 还有刚才烤箱的杏仁片 混合均匀 直到颜色均匀就可以停止了 好了之后呢 就有四个不同的面团 现在拿一个parchment paper 烤纸或是油纸 就把面团稍微搓长 之后把它们卷 包好烤纸 这样子可以防沾 之后用扯呢 用扯把它们一边 拉烤纸一边按压 这样子可以形成一个圆柱的形状 看到吗 变成圆形了 我的圆形直径大概3.5厘米 之后重复把其他的面团做好 用烤纸把它们先包起来 好了之后呢 一边用纸一边拉着这个烤纸的尾端 把它们压紧 压紧成团包好 就形成每一个圆柱子了 好了之后 把它们放进冰库 冷冻一小时 记得要冷冻 普通冰箱是不能的 冷冻一小时之后 它们就冻硬了 这样子才能够切 每一个都硬邦邦的 好了之后 用非常利的刀 一口气 一次过就切四个面团 非常的疗愈 超喜欢这种感觉 那么你可以选择 每切一次就转90度 来保持圆的形状 我们要切0.5到0.7厘米的厚度左右 之后呢 加巧克力力 在抹茶的面团那里 这样子就可以有四个不同的面团了 看得很疗愈 一起切下去的感觉 你的动作要快一点 如果面团开始软化了 你就可以放回冰箱 冰库 再冷冻一下 之后再继续切 所以动作要快 一次过就快点的 把它们四个面团都切好 非常疗愈 之后把它们放上烤盘 需要铺烤纸 记得抹茶那里 要加巧克力力 口感更好 这个面团总共可以做 56块饼干 14块饼干的一个口味 放进预热烤箱 170摄氏烤15分钟 上下火不开旋风 再中程烤 烤的过程当中注意看你的饼干 它不应该上色过度的 膨胀 之后回缩了一些 就烤好了 等它们放凉之后再动它们 这样子我们的四款不同的 icebox cookie就做好了 漂亮吗 每一个颜色都是不同的 而且口味非常的新鲜 口味的搭配也特别 首先来看这个原味 蔓越莓就是最classic 最传统的口味 听到吗 掰开来它会有声音的 就代表它口感是酥脆的 很好吃啊 很香的牛油味 还有蔓越莓的酸味搭配起来 非常的好吃 口感是入口即化的 你看一压就像沙一样散开来 现在你看到吗 这个抹茶的后面 那个不是烧焦 是因为我们的巧克力 烤得刚刚好 它还属于融化的状态 这样子的口感是最好吃的 掰开来听到声音吗 里面的颜色很漂亮 抹茶的苦涩味 再搭配跟巧克力的甜味 甜度配合刚刚好 哪吃 这个呢 是Red Velvet Oreo的 到处都是Oreal 掰开来 你看里面也有Oreal 颜色也很特别 淡淡的巧克力味 再加上Oreal的味道 还有甜菜跟的味道 很特别很好吃 现在这个是巧克力的 里面有很多的Almond Almond烤香之后 非常的香 再搭配跟巧克力的口味 就刚刚好 每一个口味呢 都很特别 你最喜欢哪一个口味呢 你猜到我最喜欢哪一个吧 我的最爱是Red Velvet Oreo 它的口感跟口味非常的特别 第二个就是原味的蔓越莓口味 那么你们喜欢哪一个口味呢 你们尝试做了之后 告诉我好不好 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 请记得观看 还没有订阅我朋友 请记得订阅我 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social media 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下期见 拜拜